向我爸们,没想到美国网友又说中国超级美国 这一次他们说的是中国火星群样 4月23号的时候,美国太空新闻发布了一条新闻说 中国火星群样可能加入直升飞机 然后文章详细解说了中国火星返回方案的内容 把这一架直升飞机说的是一般一言的 因为文章讲的挺详细 我就用我三年级的英文水平多看了两眼 没想到,看到评论区的时候把我给气得半死 有几个网友公然在讽刺中国的方案 其中有个还甚至说 中国火星直升飞机应该叫拷贝一号 当时我就很纳闷啊 这个直升机方案真的很好嘛 中国为啥也要用这个方案呢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抄袭了美国的方案呢 于是我在去其他的英文文章上看 发现还是有不少这样的观点 然后我又返回国内去查资料才发现 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火星返回方案与美国NASA根本不同 甚至我们的方案还更简洁 成功率可能还更高 再加上中美火星返回的时间特别接近 两家有一种憋着一口气 看看到底谁能先拿回战利品的态势 因此咱们就借此机会聊聊 美国的火星直升机 以及中美火星取样大PK 大家好我是熊猫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哈 火星直升机顾名思义啊 就是能够在火星上使用的直升机 它的确是美国率先提出来 以及进行试验的 2020年 美国将伊犁一号火星车送上月球 它上面就搭载了一架 可以在火星上飞行的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就是机制号 它在2021年4月份完成了首次飞行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在地外行星的大际层内 实现飞行器的起飞和降落 为了体现突出这个里程碑时刻 NASA在机制号上贴了一块 来自莱特兄弟飞行者一号的门皮布 将这次飞行的意义 等同莱特兄弟完成人类首次飞行的壮举 当时机制号首飞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国内的媒体也对机制号的飞行 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表扬 然而这个有着历史意义的直升机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取样 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给火星车探路使用的 其次才是代载盒 因此机制号机身上并没有搭载舱室 而是搭载了一台电脑和两台照相机 它们可以一边拍照 一边为火星车提供更加精确的图像和路线规划 按照NASA的估算 如果这个实验能够成功 它可以提高火星车三倍的安全性 然而最终这次的实验并不成功 在2021年的首次飞行中 机制号只是原地上升了3米 维持了30秒就回到了地面 在后续两年的时间里 机制号又进行了50次飞行实验 最高速度记录是每秒6.5米 最高高度只有18米 并且这些实验都是不带任何载盒的 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 这只是一项实验 如果想让火星航空器带上载盒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的直白一点 它就是个试验品 其实不只是机制号 目前用直升机在火星上飞行难度都非常高 甚至以人类目前的技术 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火星直升机 其实与地球的直升机并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靠机翼转动推动空气产生动力 再带动整个直升飞机飞行 理论上机翼旋转速度越大 那么升力就越大 但问题是地球和火星是不一样的 火星上的空气非常稀薄 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都不到 直升飞机在火星表面上飞行 就相当于在地球的上万米高空飞行 它依靠空气来产生的升力很小 没有更多的升力就意味着 直升机自身的体重必须很小 而且还不能带东西 除此之外 火星上环境非常恶劣 平均气温在零下60度以下 还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沙尘暴 很容易导致直升机出现损毁 总的来说 在火星上搞直升飞机的性价比非常低 美国的这次失业花费了8500万美元 但是效果极差 实际上 美国也没有用直升飞机来参与火星返回的方案 NASA的火星采样返回计划挺复杂的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它是发射火星车进行采样 采集好的样品储存起来 等待下一次发射一个着陆器和返回器 着陆器负责把样品取回来 返回器负责运送到地球 第一步在2021年就完成了 当年2月份 NASA将伊犁号火星车送上火星表面 伊犁号火星车搭载了机械臂 和43根钢币型样品保存管 机械臂采集好的火星突然样品 就保存在样品管中 这些样品将被分成两份 其中有一部分样品管 直接放在伊犁号火星车上 还有一部分样品管 则储存在火星表面上 作为备份 如果伊犁号火星车上的样品出现问题 就会重新启动这里的备份样品 然后就到了第二步取样和返回了 这一步要等到2026年的地火发射窗口期 届时美国NASA和欧洲宇航局 将一起合作 把着陆器和返回器送上火星 预计将在2028年完成 其中 NASA负责的是着陆器 它的任务就是在火星上着陆 并且将样品带回返回器 此时如果伊犁号仍在工作的话 SR-L将直接与伊犁号火星车进行对接 取得伊犁号上保存的火星样品 如果伊犁号火星车已经停止工作的话 SR-L将释放一个查击大小的采集机器人 将在6个月时间里 取回储存在火星表面的备用样品 而返回器则由欧洲航天局负责 当返回器到达火星之后 就停留在火星外层轨道上待命 等待接收着陆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开始进入到第三步 着陆器会在火星表面发射一种上升火箭 将火星样品带到火星外层轨道中 跟待命的返回地球轨道器交回对接 并且专一物品 最后就是返回器带着样品返回地球 预计在2031年左右降落在地球表面 可以看到 美国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整个流程历时11年 跨度相当大 也非常的复杂 而且火星直升机 只是在其中的第一步时进行试验 在后续的任务中 就几乎没有存在感了 因此连美国自己对于火星直升机也不太信任 中国就更不会用这个性价比低的项目了 并且 中国的火星返回方案 不但不用这个直升机设想 整个流程也更加简洁 甚至技术更加成熟 根据国家航天局的消息 我们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将在2028年展开 首先 长征5号或者推力更大的长征9号 将天问3号火星探测器送到火星 天问3号有两个航天器组成 分别是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 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 它们都将于2028年发射 并且在2029年抵达火星 其实 这两个航天器和长征5号非常类似 在月球取样中 长征5号是由着陆器 上升器 轨道器 以及返回器四个部分组合而成的 其中 着陆器带着上升器一起在月球着陆 然后着陆器里的月球车去取样 完成之后 由上升器带着月染和轨道器交接 再由返回器带着月染返回地球 火星取样也是如此 其中 着陆器上升器组合的航天器 负责在火星表面工作 轨道器返回器组成的航天器留在火星轨道上 并且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只不过因为火星距离地球太远了 所以两个航天器是分成两次发射 这两次发射的时间间隔将会很近 甚至如果长征9号超大推力火箭研制顺利的话 不排除将两次发射合并在一起的可能 因此与美国的火星计划相比 我们的方案更加直接 美国的计划是在10年的时间里 分三次发射任务 分别完成取样 收集样品 返回地球的工作 中国则是两次 甚至有可能是一次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美国是把车身 底盘 发动机分三次送到 然后组装起来 而我们则是直接送上去一辆整车 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首先非常直接的一点 我们的样品收集和保存更加简单 更加安全 我们的火星样品是直接由火星车收集 收集完成之后 就直接在火星上发射返回火箭 带着火星样品直达在火星外层轨道上等待的轨道器 而美国的伊犁号火星车 在2021年就登陆火星进行样品采集工作 但直到2028年左右 收集样品的样品返回着陆器 才会抵达火星 这中间又长达7年的空档机 而火星上的环境十分恶劣 谁也无法保证伊犁号到收还能否正常工作 能否与S2 Aero成功交汇对接 火星上保存的备份样品 又会不会被杀成掩埋 被狂风吹走 所以在美国的计划中 收集和保存样品这一步 预计就要花费足足6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期间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其次在整个任务的沟通和控制上 我们也更加流畅 在美国的计划中 样品返回着陆器和返回地球轨道器 将分别由NASA和欧洲航天局负责制造 而本身在深层空间进行交汇对接 就是火星探测任务中的一个难点 现在进行对接的两个飞行器 还是由两家不同的航天局制造的 这无疑是放大了风险 双方任何一方出现意外 都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 比如说 欧洲航天局原本计划与俄罗斯合作 进行ExoMars火星探测器项目 由俄罗斯提供质子号火箭 作为发射载体 结果先是因为新冠疫情 导致任务从2020年延期到2022年9月 接着又因为俄乌冲突 导致欧洲航天局中断了双方的合作 被迫寻找新的运载火箭 这一计划已经被进一步推迟到2028年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 我们的火星探测计划 要比美国的计划更加可靠 更加周全 那么美国难道看不到这些风险所在吗 NASA又为什么要分布进行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NASA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想要一次性将火星车返回器 轨道器送到火星 就需要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但是在阿波罗计划和航天飞机项目之后 NASA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没有发射过大推力火箭了 原本NASA的计划是 用SLS火箭来负责火星探测 以及载人登月计划 但是SLS火箭不断延期 从2011年立项 一直到2022年11月 才实现首次发射 而且因为SLS火箭等一系列航天项目的不断延期 预算严重超值 NASA只能寻求与欧洲航天局进行合作 将返回地球轨道器交由欧洲航天局制造 这样可以加快进度 但是也进一步增加了项目的风险 同时 即使在地外天体取样返回上 NASA的经验也不如我们 NASA上一次实现地外天体取样返回 还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中 距离现在 差不多50年过去了 而且当时还是人工采样 现在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则是完全的无人操控技术 需要功课的技术难点完全不同 NASA在这一方面并无优势 反倒是我们 通过2020年的 《长尔5号月球取样返回任务》 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技术和经验 包括机械臂样品采集技术 地外天体无依托发射技术 升空飞行器交汇对接技术等等 这些技术 都会在火星取样上重新展现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技术 它们的难度一点都不低 比如说地外天体无依托发射技术 这种技术的基础 其实来源于东风41等 最先进的战略弹道导弹 全世界中美俄三国 掌握了无依托发射技术 无依托发射技术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 不靠发射台进行火箭发射 火箭在发射时 会喷出大量的气体 产生剧烈的震动 这些都会严重干扰 火箭发射状态的稳定 所以一般的火箭发射 都需要依靠庞大的发射台 或者支架对火箭进行辅助 帮助火箭稳定上升 而在月球火星等地外天体上 显然不可能有 树立发射台的条件 这个时候就得靠无依托发射 把采集到的样品 送到外层轨道上 这个难度比普通的火箭发射 要高得非常多 因为地外天体的重力 空气温度等等 都与地球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需要针对性的重新研发 目前为止 只有中国一家做到了 再加上2021年的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机项目 又进一步补足了 火星的着陆技术 火星车技术等等关键环节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中国在发射天问三号前 还会用天问二号 进行相关的技术验证 它在其他禁地小行星上 模拟天问三号取样过程 确保技术条件过关 才会开始天问三号 不但问题上天 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将在美国之前 成为世界上首个 取得火星样品的国家 真正实现对美国航天的领先 那时无疑是历史性的时刻 所以按照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的火星返回计划 不仅没抄袭美国的 甚至可以说 比他们还要更加可靠 更加快捷 不过想要真正实现领先 也没有那么简单 别看中美都制定了 火星取样计划 就觉得它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 在中美之前 火星一直有一个 航天器坟墓的说法 欧洲航天局的 XOMARS火星计划 目标只是发射一辆火星车 着陆火星 结果时间就从2018年 一路延期到了2028年 印度雄心勃勃的 火星轨道器2号项目 也是一改再改 时间从2018年 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估计以后也只能在PPT上看到了 日本的火星探测计划也是如此 他们直接放弃了 难度更高的火星 选择了换道竞争 在难度更低的火星卫星 火卫1和火卫2 进行探测和取样 还有俄罗斯这个航天强国 他们的引火1号火星探测器 发射失败后 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火星探测计划 即使是强如美国 也曾多次失败 才达到如今的地步 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 我们都将重新挑战一遍 其中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距离远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距离 达到了5500万公里 最远距离更是超过4亿公里 是月球和地球距离的100倍以上 在上面进行登陆 取样和无人对接等任务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没有信号 所以火星登陆的第一步 就是要搭建升空通信系统 美国就计划在2023年 发射绕火星轨道的 升空激光通信卫星 DSOC 依靠更加精准距离更远的激光通信 来构筑地球到火星的通信网络 中国也是如此 在探月工程中 我们发射了 雀桥号通信中级卫星 构建了地球到月球的通信网络 而火星到地球的距离更加遥远 雀桥号上使用的技术 已经有些不够用了 因此需要重新搭建一个 更强的升空导航系统 当然 探测火星的难点还有很多 比如说 整个火星探测项目的时间 往往长达数年 甚至十几年之久 各个航天器能否在 恶劣的宇宙环境中 可得灭菌和亚民保存标准 防止其泄露 对地球环境产生可能的污染等等 中国为此特地组建了 升空探测战略中心 未来将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 说实话 对于中国航天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它们有着长远的规划 有技术储备 还有人才数量的优势 完全能够实现 对其他国家的超越 直到在外太空走向 引领者的位置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